Ob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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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我是釣魚爸的沙米 那 今天又到本周的食日程 對 那城市釣課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到了 台北的扶領橋這邊 可以看到其實這邊有三個水門 一個 兩個 後面還有一個 這邊會比較偏視算是高壓場的部分 這邊底下有很多怪物 投殺 泰國禮 福壽家族 取妖 鯉魚等等之類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GO 好 我們現在到第一個釣點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水面有一些無鍋魚 可是水面的無鍋魚其實不是我們的目標 正所謂看得到吃不到 那我們可能就是讓它滴下一點 好 那來到第一個釣點的話 我們不免俗用我們的HR 1.2克 然後大約看了一下水色的話 我們來挑一個可愛一點的阿金蟲 我們大約要 我們可以拿到這麼多人做的 我們有這些生意 這個是我們真的不會過來 你是不是也不會過來 我們用這個原本我們不在一起 我們有些人做的 我們有些人做的 有了 阿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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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佛還是有的啊 OK 釣魚吧 掰掰 好的那這邊的話 剛剛釣了一隻福壽 然後我們接著可能就是 往下面的水門走 來試試看 希望有新的東西 對 那其實福林橋這邊的話 其實他的林算是蠻 蠻有趣的 因為早上的時候呢 那個 就是一些可能 大姐姐們 要好好說話 不能講阿姨阿嬤 會被打 對 他們就會在福林橋正橋下 然後呢 一起跳舞 一起同樂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他們 會餵一些麵包 然後這邊的話 到了第二個 這個 水門 對 小水門這邊 可以看一下這個位置 到底是這樣子 哇 插兩隻竿 遠頭嗎 這也不算遠 一個打神 有概念 買一張 跟景色真的不錯 那我應該等一下會在這裡 先釣 一拖 直接鍍盒鍍起來 厲害 中囉 嗚呼 我們的老朋友 取腰 嗚呼 這邊取腰體型還不錯喔 嗚呼 哇 這隻取腰體型不錯喔 很棒很棒 很棒阿 提示取腰 355阿 很棒 釣魚吧 掰掰囉 我剛看那邊 我剛看那邊 我剛看那邊的時候 蠻多魚花的 那 既然有魚花的話 那我們來 試試看一些 不同玩法 我們來試試看水錶 這個做了硬耳盒 比較偏小克樹的 比較偏小克樹的 那既然早上的那個 土豐舞 姐姐們 他們會 丟土式的話 我可能就是用白色 白色然後配紅色 吸引他的一些目光 對 那我們就選用這顆 有些人 倒魚類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原則上我玩 普攻的部分 我原則上都是 抽一下 然後停一下 抽一下 停一下 然後讓魚來慢慢的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哦 爆 哦 爆 哦 有沒有 哇 漂亮啦 用波爬 哇 我們來看一下 波爬種什麼勒 哦 很衝耶 哦 地狗頭 迷春界 哇 竿子有點重 這邊的地狗頭 這隻 地狗頭 超大 超漂亮 哇 哇 要到40耶 超可愛 看到沒有 迷春姐 地狗頭 超開心的 第一次用波爬 釣魚吧 地狗頭 謝謝你 地狗頭 超可愛的 拜拜 OK 那現在我們回到了福林的橋下 那今天的話 一隻就是有阿虎嘛 然後取羊 那最讓我意外的是 地狗頭 然後地狗頭竟然還爆水錶 這真的是讓我 很意想不到 那當然我是覺得說 這邊一定有其他的東西 那就是看大家怎麼去玩 對 那接下來連假三天 那祝大家連假開心 那想來台北的話 這個點也是可以推薦給大家 OK 那就這樣囉 掰 有了有了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中魚了中魚了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